最简是一种阴阳之简 最简是一种阴阳之简 古代道人们在驻山的时候 他会佩戴酒葫芦 通常酒葫芦里面会装一些药酒 可以去施寒刺义 那么在饮酒到微醺的状态 会趁着酒性来舞动着手中的宝剑 以借助着这种酒气之势 把手中的宝剑和我们自己的身体 可以融为一体 达到一个体能合一的状态 酒啊它是撞胆气的 武术里面讲的一胆二立三公斤 所以胆呢放在手位 我们饮酒之后 人体肌肉会出现一个放松的状态 从搏击里面讲 放松它才能产生最好的一个爆发力量 最近呢有阴的一面 又有阳的一面 我们说阴的一面可以看出来 它的步伐 手上肢体的动作表现出来 非常的柔 非常的歪和斜 是喝醉的这种形态 它的刚毅的一面 它的阳的一面 在它瞬间进攻或者计计的时候 就是表达出来的是罪意 真实的进攻 是在罪意当中寻找最佳的进攻世界 古人讲的勤心见胆 勤心表达是一种安静 见胆表达是一种胆识 有刚有柔 洞中有筋 筋中有洞 只有这样的事物才不会停止不前 那每个月都不是要下去一趟 对了 八十多呀 八十多 那好嘛 这身体好啊 从八岁开始摆了民间的老师 跟随着师父学习武术 学习生活技能 到现在以为人师 应该有二十年比较 师父那里好像有一只 看着 走 一 二 三 四 走 走 一 四 四 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的生活在不断地改变 人的思想也在不断地改变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一度也想放弃 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时代 在我们这个习武不能够维武的时代 已经不免会有一些迷茫 闷心质问 我们习武的目的何在 最初习练这个醉剑的时候 也许可要借助一些酒这种媒介 来达到这种微醺的这种状态 那么到了今天 我再也不用借助这种酒 来造到这种醉意 习武最终的是来控制自己 人既要有理性的一面 也要有狂性的一面 这是我为我们最见一样 有阴有阳 有动 也要有敬 对于我来讲 习练武术到了后面 更多的是通过武术来影响到我的生活 在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偏阳的人 他活得会非常的辛苦 偏阴的人呢 他会过于低沉 所以说通过武术理解到 去找到自己生活的平衡点 你的生活才处于一个平和的状态 武不只是威武 更多的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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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